早华赶紧去了饭馆 看着大栓受伤的手 早华心里十分过意不去 他努力安慰着大栓 大栓劝他赶紧回去 要不然一会儿小庚看到又要撂卷子 一大家人晚上不睡觉 起心合力给小豆冠和童锁的豆腐方卖着力气 小庚又跟早华说着好话 这一次早华对他失去信心 小庚接下来的一句话 让早华对他彻底失望 你爱咋的就咋的 你可以不在家 你可以上那个饭店 你可以跟那个王八蛋过日子 你可以跟那个兔崽子生孩子 早华躺在床上睡不着 他感觉自己活得太憋屈了 他回手着和小庚一路上跌跌撞撞走过来的路 感觉自己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 他起身把身上带的金银首饰全部摘了下来 放到桌子上 然后就离家出走了 早华先来到了自己娘的坟前 向他哭诉着自己不幸的遭遇 小庚半夜醒来发现早华不见了 又看到了桌上放的金银首饰 明白了一切 他赶紧招呼人起来找枣花 他们先在井边寻找 香草正好打水看到了这帮人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就问了其中一个人 出啥事了 我告诉你 你可别说啊 枣花跑了 啊 香草赶紧告诉了他爹 葛茂园立即起身也去找枣花 几人找了一夜 终于在一个山坡上找到了枣花 小庚让枣花马上回家 枣花不肯 他要回山东老家 小庚渐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行啊 你随便 你把欠我的都还我 你就走 枣花蒙了 他不知道自己欠小庚什么 小庚把一直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我为你花了四千块钱呢 不欠我的 你欠我的那些 这辈子也还不清 此时葛茂园和香草也追了上来 他上来就质问小庚 小庚不但不领情 还驳斥葛茂园多管闲事 我们家的事 又不让你们爷们管 老鸡不上灶 小鸡不乱跳 我实话告诉你 你们家桐佐 香草 也包括枣花 都叫你给拐掉坏的 葛茂园被气疯了 他要和小庚拼命 枣花赶紧上前阻拦 小庚见此情景也被激怒了 他给枣花下了最后通牒 你要是走了 就这辈子 你永远别回来见我 香草叫住了小庚 问他拿这话吓唬谁啊 说完领着枣花就走 小庚叫住了枣花 他哀求枣花不要走 枣花 咣啣啣啣啣啣啣